对于有车族而言,每年为爱车的支出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,具体而言,每年支出的项目包括车险,汽车保养和油钱等,其中车险是每辆车必须要交的,而且也占据着支出的大头。 对于一些很节约的车主而言,汽车保养和油钱不算是一个很大的开支,唯独对车险一直耿耿于怀,心想这一年啥事没有,车险也白费了,每年几千块的保费,别忘记保险公司提供的免费服务,不用白不用,车险一般分为两大类,交强险和商业险。 有过赛斯店购买车辆经验的朋友肯定都知道,当买到物美价廉的爱车后,店员会极力推荐车险,因为这是赛斯店赚钱的主要途径,而对于车险而言,交强险是国家规定必须要缴纳的,为了保障驾驶员的经济利益。 当购买车险后,保险公司一般不会告诉消费者一些免费的权益,这里小编就帮您总结一下,保险公司的免费服务包括紧急送邮,换胎和车辆救援等,其中对于紧急送邮, 提现的就是以人为本的宗旨,事项如果车主大意,在高速公路上突然骑车没油了,这将会让一部分的新手司机不知所措,此时可以通过拨打保险公司的电话,让其马上送邮,除此之外,换胎和车辆救援也是关系到行车安全的重要方面,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,如果车辆抛锚,拨打紧急电话将会支付高昂的拖车费,此时如果救援于保险公司,将是一个明智的选择, 而且这只是其中的几项免费权益,试想每年花个几千元的保险费,如果连基本的权益都不知道,岂不是很亏?